哈喽我是鹏仔 2000多在华江北能不能拿到12 Pro Max呢 今天刚好帮重庆的一个老粉丝找一台12 Pro Max 它的预算只有3000左右 但是要求机器是纯源无拆修的 那么随着镜头看一下能不能找到 满意的 逛了一圈市场能找到的比较高性价比的 就是手中这个12 Pro Max 128的 这个是有手卡铁机 但是配合现在QP解锁模式 基本上不会跳激活 信号比较稳定 手中这个小花亮橙色拿货在29张 这个机子搭载A14的仿生芯片 6.7英寸OLED大屏 支持全网童谱局 用个三四年都不成问题 再到市场挑一个13mm 128的 这个橙色也是小花亮局 就是有正常的使用痕距 但是无伤大雅总体还是比较亮的 这个电池效率有98 今天的市场行情来到29张的拿货架 当然这个是无所的和国行一模一样 插卡即用全网通 A15的芯片下就是性能小钢炮 谁用谁知道 然后又来到安卓去帮一个学生找一部游戏神机 K40 这个总体成色也是比较亮的 焦龙870玩王者刺激还是一点压力都没有 综合非常优秀的一款芯片 这个拿货在9张半 最后再来看看 大概麒麟980芯片的Mate 20 Pro 能升级鸿蒙系统2K的OLED 停加3D结构 人脸解锁 这个体验跟性能放在现在1.565 作为备用机甚至主力机都没什么问题 这个1000左右就能到手 也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想了解更多手机行情可以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